不會兩位有這樣的經驗嗎? 海曽蘭和星川的経験是有的嗎? 從這邊開始 送來的事有嗎? 對,有什麼態勢嗎? 無視 她也是無視 她說如果理了那些粉絲的話 可能就造成她不必要的困擾 對 所以她們就盡量不想再 就盡量無視她 那有遇過什麼樣子很可怕的粉絲? 對她做過什麼樣子熱情 或是叫她招架不住的東西嗎? 那些粉絲有很多 オファーアクション的事嗎? 出演嗎? 我嗎? 那些粉絲 那些粉絲 對 海曽蘭和星川現在 沒有 沒有 那大家優秀嗎? 海曽蘭和星川的工作人員 也很保持 所以 現在還沒有 海曽蘭和星川目前的經驗 就是被粉絲欺負 或者是這種調戲 還是沒有的 因為她不只是粉絲 大家都很親切 那另外那個 旁邊的這個 所謂的工作人員也都很保護她 對 海曽蘭和星川的工作人員 那些粉絲 也很害怕 那些粉絲 那些粉絲 大家在拍攝 或者是一輪 或是一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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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分別 所以 也有 觸感 還沒有 搞笑 好像 不然 那些震撼 那些震撼 比較可怕的就是因為通常他們有時候跟那個粉絲會有攝影會 那有時候是一對一的 那有時候粉絲不知道這個如何跟女友保持這個距離 那有時候觸碰他如果親碰的還好 那有時候是那個距離那個力道不是很正確他就會感到可怕 對大概是這樣 請問一下菊瑪麗小姐他剛出來的時候唱了後來的小鐘 他為什麼選擇什麼歌 練習了什麼歌 剛才我選擇了後來的歌曲 為什麼我選擇了後來的歌曲 你怎麼練習了什麼呢 後來的歌曲是在日本的Kiroro 未來的歌曲是在小學的時候 我一直在小學的時候很喜歡的歌曲 我聽到台湾語的歌曲是在台湾語 那時我還沒說過中國語的歌曲 所以我耳朵全部聽到後來的歌曲 那是很難的 他為什麼會選這首歌 是因為那個日本有一個Kiroro 他是唱了這個未來這一首歌 然後翻唱之前中文 所以他從小學時代就很喜歡這首歌了 那所以他今天特別選了這首歌 來這邊 好 海空啊 他練習一次 對 從什麼時候開始練了歌 其實就是3歲的姿勢 從3歲就會身體操了 所以他身體本來就是很柔軟的 演出作品的時候會不會要求去運用到這項特技 作品中有否有創作的影像? 有嗎? 有嗎? 但有的影像是有的 昨天也有拍攝影響 昨天也是請她擺出這樣的姿勢 卻中 偶爾